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江好客 这是上期视频聊天的问题 在故宫里面有个小房间 实际上是乾隆的书房 叫三西堂 为什么叫三西堂呢 乾隆喜欢收藏 他有60万件作品 在他的统治下呢 就进入了紫禁城 他就选了三件最好的代表作 日夜把玩 他把自己欣赏这三件作品的地方呢 叫三西堂 这是一个评价了 就是代表作 今天我们如果到北京故宫 或者台北故宫 我们发现故宫的代表作 不是乾隆时代代表作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的普通人 和艺术史家都接受过西方的训练 都是在西方的国家做过的博士学位 他的思想和品味就改变了 回到故宫以后 就把故宫的60万件 假设60万件 现在肯定不止60万件了 把这些拍拍队 发现最重要的作品 是另外的作品 比如说在台湾 他的故宫的代表作 就会变成西山行李图 泛官的北宋的风景画 郭西的早春图 它也是一个风景画 它就变成了一个大的风景画了 风景画为什么会这么受重视呢 因为现在特别是台湾的艺术史家 他都是在美国留学 美国人喜欢北宋的山水画 因为他画的是大山大河 和美国人的神面有关系 所以反过来就影响到判断 所以今天即使在中国所谓的 文化最核心的地方 未必就能够守得住 文化的核心价值 你们想想这个事情 有多么的有意思 也就是说这种东西 人家说一个攻心计 是攻到他的内心 现在是我们的内心 出现了缝隙和晃动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说三西堂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三西堂是西方的审美观念核心价值 没有进入中国之前 中国的审美的核心价值所在和代表 这个清楚了 三西堂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三西堂的小桌子 大家可能看到会比较熟 我们平时可以在那参观 故宫的西路线 一进去三大殿之后 就能看到 三西堂是乾隆自己提的三个字 还提了一个对子 怀抱观骨经身心脱豪素 这个地方还有个错别字 这个豪它应该是底下有一个毛 那个豪 豪素就是笔墨 身心就是里面的深刻的思想和情感 应该在笔和素 素就是没有染过的纸 当然古代都有通甲字了 乾隆就坐在这个地方 看这三件作品 对其中的一件作品 他在一生中就对这件作品 在他旁边提字提了73次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皇帝 你看他看了多少遍 功能上面提字就提过73次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有73个评论 可见他是真的热爱 不是一般的热爱 那么皇帝的热爱 本来不足以作为我们的 判断问题的标准和规定 但是我们可以把黄球的表现 看成是一个文化的总体现象的 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中国人认为的艺术 大概就是两个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作品 三西唐第一件宝物 是王羲之写的一个字 叫快雪是清帖 羲之顿手快雪是清 这是第一件作品 一封信 简单的一个变条而已 第二件作品上的唐兄弟 叫王群的伯远贴 群顿手顿手 伯远圣夜勤气 也是一封信 讲的是他分别之后呢 分别如昨天 就是一封信 第三件是王羡之的中秋帖 说是中秋不复 不得相还 简单的就是一个文人写的一封信 就像我们发一个短信一样 这三个作品里面有个共同的东西 它们的内容不重要 它们里面写的内容 只是一个信的片段并不重要 关键是在于它们怎么写的 关于具体的技法呢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十分钟 北大课堂 看懂蓝蹄序 这期只说形式感 中国出现这三件作品 是在东晋的时候 王羲之写的字 写的最好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证据 就是王羡之写给你的简文帝 他说陈写个壮士给你 而且这个咒哲 字写的还不错 他自觉地告诉你说 我写的东西的形式好 至于内容 你看看就行了 所以当时所谓的书法家 最恨的就是 他写封信给别人 别人就在那个信里面 提几个字 就把信还给你了 说明他们根本不看你的字 真正写字好的人呢 一个字写出来 大家就把这个信啊 他写什么内容 早就不知道了 他把这个墨报留下来 作为质报 这个情况在东京的时候 就会出现 在唐朝的时候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风气 连皇帝都为之而追求 要的就是形式感 所以其实生活很无聊 天天那些事情呢 心里有一些东西呢 需要在某个事情当中 得以寄托 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寄托的东西 就是书法 所以古代的人 各个都可以写书法 比如说苏东坡 他不是专门写书法的 王羡之也不是 王羡之 他当时是右将军 他的地位相当于 国防部的军委副主席 和曾经呢 财后副主席 是一样的档次 像苏东坡也是当官的 一个人 如果专门用来做艺术 那是后来的事情 那叫职业艺术家 西方会有 在西方有个说法 当一个艺术家 用他的艺术 来换到他的生计的时候呢 他已经成为了 一个职业艺术家 他已经成为了 一个工匠 这三幅作品 是在60万件作品当中 包括八大善人 包括饭宽的 包括青铜器 包括乐器 加在一起 都认为 不如这三件作品 所代表的东西重要 这三件作品 代表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笔墨 如何用笔 也就是说 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 在于如何用笔 如何用笔来写字 写出来的叫书法 写的最好的成就呢 已经达到极致的时候呢 就是在东京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在中国接受 西方的文化冲击之前 中国的艺术核心价值 就在这 这是第一个特点 这是中国艺术的 第一次自觉 如果仅仅是这样 中国的艺术不只有书法呢吗 那么怎么会出现徐卫 八大善人和齐白石呢 怎么会出现苏州园林呢 下一期就聊第二次自觉 我是江浩克 关注 关注更多的艺术视频